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隐形杀手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大家很少意识到的 但是对健康非常不利的隐形杀手 就是久坐 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让我们现代人很多工作是做着完成的 而体力活动性的工作越来越少 那么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久坐的习惯 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今天张大夫就从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三个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 就是久坐工作方式的人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听完 咱们先说孩子们 儿童和青少年也就是4岁到17岁之间的人群 久坐会影响他们身体发育 也就是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发育 如果你坐的时间长了 第一个容易肥胖 第二个后期它的生长发育也会受到影响 而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久坐的指南就指出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人来说 一天6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而且它特意指出高强度的运动要优于中强度的运动 尤其是锻炼骨骼锻炼肌肉的一些运动 它是比较推荐的 实质上我们身边的现在国家也开始双减 让孩子们减轻负担 尽量的少坐在屏幕前 减少这种久坐的方式 多走出课堂去运动运动 在此张大夫也建议广大的家长们 咱别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孩子的文化知识学习上 一定要增强体质 因为这样的话 孩子们才能有一个好的身体 这就是久坐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 第二点咱们就来到了大家最关注的18岁到65岁的这拨成年人 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这个久坐2020年新推出的这个指南当中也特意指出 说这个成年人只要你长期是久坐的工作方式 你容易发生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 也说白了 慢性代谢类疾病就会慢慢的找上你 同时应该说这份指南还特意指出 长期坐着它还会增加某些肿瘤的发生几率 比如说结肠癌 胃癌 食管癌等等 这个指南当中也都做了罗列 所以说实质上从不同的角度来说 长期久坐的确对于健康非常非常的不利 至少我们成年人要有一个意识 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做体育锻炼 或者在自己平时的工作当中 做的时间比较长之后 一定要起来溜达溜达 最新的这份世卫组织指南也指出 只要你动起来就比坐着好 即使你动你的体育锻炼的活动强度比较低 它也比你一直坐着一直躺着要好 而且这个指南当中也说 对于成年人来说 一天坚持30分钟的体育锻炼 一周坐五次 也就是一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体育锻炼 相对比较合适 如果你能够做高强度体育锻炼 一周75分钟 比如说一周做三次的话 你就一次25分钟 这都是可以接受的 或者说掺杂着也都可以接受 每个人运动能力不同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但是应该说一句话 动就比长期久坐要好 第三点就是咱们从老年人的角度讲 老年人只要活动活动 不这么长期的久坐 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适度的活动 它可以增强老年人的骨骼和肌肉的健康 增强它的反应的灵敏性 增强心肺功能 减少相应的代谢类疾病的发生 也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应该说老年人的运动能力 不同人之间不一样 有的人甚至运动能力不行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 在合理适度运动的情况下 尽量避免运动带来的伤害 这就是与年轻人不同的地方 今天唠唠叨叨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实质上就想在长期坐着工作的人 越来越多的大背景下 能够给大家提个醒 咱们一定要注意 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合理的科学的运动习惯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 平时在工作当中 如果做的时间长了 一定要起来溜达溜达 这样的话的确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希望张大夫今天的介绍 能够帮到手机前面 那些工作方式是久坐的人们 如果大家觉得好 可以转给身边有类似问题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张志英大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